接下來方辰老師要來介紹 我們將一個循環小數畫成分數形式 或者就叫做有理數的話 這個它有公式式嗎 那這公式長怎樣呢 有什麼樣的規律呢 那這些規律為什麼是對的呢 可以用這個式子來說明嗎 好 來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個要怎麼做 當然它的完整的理論 要高三才可以完完全圈 完整的 非常完整的 把它敘述清楚 不過我們這邊 大概可以讓同學來瞭解就好 那我們先假設這個數 我們要求的這個數叫做X4 那如果你可以把X求出來 其實就是這個 那這個 可以把X化成分數的話 那就是這個就可以化 表示它可以化成分數 那這個是一個X 如果要化成分數 有限小數的話 如果是728 那我們當然知道 就是728 馬上化成分數 就很簡單 可是現在我們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有循環小數 所以我們要處理的 就是循環小數 好 那循環小數怎麼處理呢 我們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把每一次剩下的循環節 就磨在小數點後面 所以小數點後面就是循環節 然後再用下一次 也是一樣出現的 小數點後面又是循環節 相同循環節 然後兩個相減 這樣我們的循環節就不見了 然後就沒有循環節 沒有循環節變成有限小數 就可以求出來 好 這是我們的策略 解題的策略 好 那怎麼做 第一個 當你小數點在這裡 你希望不掉這裡 所以顯然你要乘100 好 意思就是 100的x應該就要等於 100的x就要等於 這個乘100 又就是728.546 546循環 好 接下來我們又希望 又出現後面又是循環小數 好 如果你乘以10 把這個乘以10 100一個10乘以10 就1000一個10 那它就會變成 7285 接下來就變成 465 465循環 那這兩個是循環 這也是循環 沒錯 可是相減 會不會消掉呢 消不掉 因為這不一樣 所以相減不會等於0 好 所以你相減之後 還有一頭暖度的東西要處理 那你這樣沒有作用 好 所以你怎麼樣才可以達到這個作用呢 那我們發現就是說 你要呢 就一次不能只進一個我過去 你要一次呢 就三個過去 所以循環節有幾位 你就要乘多少 所以原本是100 你就現在 循環節有三位 所以你要乘1000 好 就是說 原本這100一個10 你還要再乘1000 好 乘1000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就會整個同情 就是728546 邊 邊 546 546 546循環 好 那這兩個式子 我們就發現 很好 因為這後面都一模一樣 我只要把它相減 2-1 那我的循環就不見了 好 所以循環的部分呢 那就變成了這個 728546 去減掉7285 好 那這兩個相減的話 我們發現後面都有100個10 我們可以把100個10提出來 那這個提出來就是1 所以是1000-1 乘以100個10 好 這裡呢 是1000-1 乘以100個10 好 只有會等於這麼多 等於這麼多 那1000-1其實就是999 好 這個地方就是999 那我們現在x等於多少呢 好 我們的x就等於 x就等於 好 把這個除以這個 就是728546 去減掉728 好 那為什麼不減掉呢 因為我們要保留原來的樣子 才知道公式的形式 那這邊呢 就會是999 再乘上100 100的話就是有兩個1 好 有兩個1 好 那所以你的公式就跑出來了 這公式呢 你就會得到的是說 欸 如果你有三位的循環節 就會出現三個9 好 尋彩節有幾位 尋彩節有幾位 位數 那麼多的9 看他有幾位 三位 尋彩節三位 那有三個9 好 那再來這個0 這個0的部分呢 好 這個0的部分呢 這個0的部分是怎麼來的 0其實就是100 100S 100S是怎么样 把小数点移到循环节的前面 意思是小数点后有几个不循环的 所以0是小数点后 有不循环的位数 小数点后不循环位数 有几位呢 就有几个人 这么多个人 有小数点后有两个不循环 那这里就会有 分腹就会有两个0 那有几个循环节的个数 因为循环节有三位 所以你要乘以1000 然后减1 1000-1 乘以三位就是三个十项症 三个十项症1000-1 就是三个9 如果你有四个十项症 10000-1 10000-1 就有四个9 有几个循环节 就会出现几个十项症 减1 然后就会出现几个9 所以几个循环节 就会出现几个9 那这边几个小数点之后 非循环节就会出现几个9 因为你要移动 移动的位数刚好是移动的多个 那上面分子的部分 这个显然是这个数字的全部 每一次我们都是做到一个 数字的全部去扣掉 全部 去扣掉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分子的部分 728是什么 728是这个数里面不循环的 没有循环的 不循环的 那这边有两个地方有不循环的 一个是这边全部不循环的数 要去减掉 全部扣掉 全部的不循环的数 再分子的部分 第二个 这边有一个不循环的位数 是小数点之后 并没有办法减捏 小数点之后 有几位不循环的 那就有几个0 再分子的时候 那这个是循环节有几位 就有几个9 好 这个就是它的公式 那至于为什么就是刚才这样子的说明 好 看看有没有问题